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股市集中市场下跌了98点跌幅0.57% 那么OTC也下跌了1.52点跌幅0.75% 原本台北股市有机会 你看到上个星期五台股的ADR当中 其实几乎是全面性的上涨 台积电的ADR上涨了2% 台子期的夜盘也是大涨了153点 看起来有机会出现了一个回弹 但是呢在周末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一个桃竹苗地区 那么科技大厂移工群聚感染的事件 似乎有扩大的迹象 那么对于金银店来讲 他所有的移工必须停止上班 这对于金银店的运作 当然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对于桃竹苗 还有包括了台南 这些移工比较多的这个地方政府呢 也都宣布了 这中间呢 不掉厂不掉班 然后不掉区 然后呢 这个要尽可能减少移工的移动 对台北股市会产生什么样子的正负面影响 好的 在这个部分是这样 比较好的一件事情 是他们都先快塞都塞过了 而且大家也警惕起来 全部包含这个超风 也都全部都全部全场塞啊 那最起码先确定 这个就快塞出来的 已经先先把它隔离出来 最起码这是一个 非常果断的一件事情 其实这种事情应该在台北市 新北市也一次就把它塞完 也不用再等人家来塞 就是从头到尾塞到底 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塞到底 那有的就隔离 不要说我身体不舒服 因为无症状的 我怎么知道会不舒服 所以一次像这样是对的 那这样对的时候呢 在这个新竹 他在那个镜 就是苗栗跟新竹中间 跟池记设一个快塞站在那个地方 挡在那个门口了 那其实这样的状况呢 影响是短期是会影响 影响比较大的 当然就是金元店 因为金元店的这个人数比较多 将近200个 那但是我们国内 因为这个地方还可以有互补 比如说日月光 它没有嘛 所以日月光啊 蓝帽啊 这些可以share到他们的 还有这个这个系格 大概可以share到他们 封测的这个 这个缺的这个产能 所以我觉得影响并不大 只要不要把它引到这个 引到这个台积电就可以了 台积电好像受到这个金元店 有一个有一点影响 但是那一个说早就已经在家里了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就观察它中间的一个变化 那果断是最起码应该是这样 新北市台北市也应该是这样 不用等人家来塞 就把它全部塞完 不就一次就解决了嘛 既然已经要快塞 那就全部都塞了吧 我的意见是这样 因为大家很怕嘛 怕就全部塞完 不知道大家心里就没有那个 其实他们不只做快塞 他们是直接PCR塞 他们是先快塞完 快塞有问题的在PCR 是这样子 它有缺割 它没办法 一次你看7000个怎么可能PCR 它怎么一天就可以塞出来 它也塞不出来 所以它有做切割 就是有问题的PCR 然后没有问题的 就做两阶段处理 这是必须要去做的 那再来到这里的时候 当然会有点影响 那有点影响了 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礼拜五的时候 外资还蛮金元电 那外资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怎样 我也搞不清楚 那真的还假 外资我也搞不清楚 他买了金元电 那我觉得他会有影响 因为他要先停工嘛 那这个部分呢 只要不要烧到 这个台积电就可以了 那缓间章还有开玩笑 讲说那台积电 所以就不能让台积电 有太大的一个一个影响 这样OK 再来的部分呢 所以你觉得今天大盘影响不大 呃 期货的部分影响不大嘛 我觉得电子股有点影响 是在这这几家公司嘛 他啦 那个超风啊 还有那个历程 历程不是也气爆嘛 那那就那就这几个 这几个这个历程是小气爆 小小事情啊 不是大的 要赶快成定一下 那这个部分看他有影响 如果金元电都跌不了很多 那电子股就 就就就就可能 呃 反弹的力道就会出来 加上今天媒体上有讲到 WWDC 其实我在您节目就很早就已经讲到 WWDC了 WWDC加上五月营收加一加 就去注意一下 五月营收WWDC里面 他说这一次 一般WWDC都是软体啦 很难得会有硬体 大家在猜说这一次 Matebook Pro会不会 在这个地方也发表 那Matebook Pro发表的话 就会受费的就是miniLED嘛 miniLED我们之前也有讲过了 那公布营收出来 6278的台表科 营收的创立史新交 现在就看3714的 这个我刚刚讲营收创立史新交 是五月 那我就看一下那个 那个负财 有没有营收创立史新交 你就去注意一下 这个是WWDC 从WWDC有可能会发表MacBook MacBook Pro 然后呢可能会使用miniLED 他一定是会使用miniLED 但是会被挖表就不得了 就只要他公布了 就是使用miniLED 对对对对 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只是说他会不会在这个 WWDC去发表新的产品 以前都是软体 以前一般都是软体 那来到这里讲到了几件事 我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第一个 还好我给你年的节目 我也是死皮赖脸讲的 没有害人家那个高端疫苗去买 大家还以为是利多 你看我那一天特别去讲说 他跟那个联雅 生计的那个价差的问题 五根停板 对吧 那如果有的人 解读的利多去买了 那就五根停板了 那一天开盘来开平盘 所以我那一天有特别在您节目讲说 那他们两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价格的问题 那个我们就不要再给人家三口上撒盐了 反正已经五根停板了 那最起码您的听众朋友 不会在这个时间去受到 不会去追到那个高点 对啊 就是这样的 就像上一回我在TDI 也在您节目讲说 千万要把它卖了 还有一次是什么 什么这个寿司之乱 也都是在你节目事先去讲的 那再来我们讲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来到这里到底会不会上去 我们从期货的角度 感觉好像要上去 因为期货的部分 在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期货是涨了一百五十几点 对 一百五十几点 那来到这里的时候 变成是把营收看一看 然后另外重点的是 它这个传产股的部分 涨到两个一个两个重点 一个呢 这个把海运涨到空运去了 空运我刚刚在听您的 这个广播的时候 他们空运的运价 那个票价又开始又涨10% 现在飞到美国的这个机位 非常的夯 对 说原来是 如果商务仓多到24万 现在已经涨到25万 快26万了 现在还有人包仓的 对啊 他现在因为 因为我们台湾的死亡率 这一次真的让大家吓到了 死亡率太高 太高 那而且是都是在 在比较 年纪比较大的老者 就是好像是没什么抵抗 就就走了 这个是大家心里 比较难过的一件事情 那希望这个疫苗赶快 不管用什么方式 赶快大家打一打 我也每次都开玩笑讲说 人家你都说每次买不到 那人家一季卖30块美金 我卖300美金我买不到吗 买3000可不可以 台湾不缺钱 这有的时候真的是 是人命比较值钱 我觉得还是这个时候 政府还是要注意一下 人民的生命的 这个比较重要 那再来来到这里的时候 在大盘的走势上来讲 是目前来讲 他在反映的都是在财报的数字 那已经反映到这个 我看到在华航一天100多万 当了成交量 然后当冲 好像是将近90万 我看了吓死人了 大家都是当冲 一直在这边冲 那从这样的走势上来讲 应该 我看那个长龙航 还是有机会再往上冲高 所以我们这边就来 好好的请教一下 刚刚提到说 在传统产业的部分 航运的部分 已经从海运转向空运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上个礼拜 其实最明显的就是 华航跟长龙航的转强 反而是这个长龙跟阳明 他们相对来说 可能还没有华航跟长龙航这么强 当然这里面 还是有他个别公司的差别 你赞成现在去追空运吗 空运的这个部分 因为就线论线来讲 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过 一个报大量的时候 那个华 我以华航为例 华航100多万张 他收在当天的最低点 今天可不能掉下去 也掉下去不是礼拜五的全套 所以上个礼拜五 其实包括华航跟长龙航 都报大量 报大量 但是两个状况不太一样 状况不太一样的是 外资是买长龙航的 那买华航的是 任何一个人买通通套 因为他开盘开214 最高2255 最低205 然后最低也是205 是不是全部买 如果广义的讲 127万张 127万张全都套了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没错 所以他你就看看 那你又谈起来 即使卖错了 你就慢一点 那长龙航不一样 所以你并不建议去追华航 华航我不建议 那长龙航呢 形态比较强 长龙航的形态 长龙航开盘是2185 最低211 然后收在215 那最高2205 是不是等于均价是217 跟他差不多啊 如果他今天开高开217 不是代表广义来讲 就代表礼拜五买的没有赔 两个不太一样 观察一下 那如果两个股要硬要选 只有一个长龙航可以选 另外一个没得选 OK 这是我给大家讲的 那再来讲到了 在礼拜 上个礼拜 还有强的就是在 探权交易的此类股 那所以我今天特别 把这个题目呢 拿进来讲 讲叫做探权交易 探权交易的部分呢 今天媒体上有 探权交易它是 他基本上来讲 现在在交易的是在 洲际交易所 叫ICE 那ICE的时候呢 他从挂牌以后到现在 大概涨了127个percent 今年以来 这是小事 这是小事哦 我为什么讲说这是小事 有个神经病 哦不是 有一家公司 叫做马斯基 大家懂知道了吧 马斯基他说 马斯基是国际的 货运的最大公司 他说 那个探权要狠一点 每顿的燃料要增450块美金 450块美金 大家可能没有概念 探权交易一般来讲 大家现在共事就是一顿 你排碳一顿 多排一顿 收50块美金 现在的价格是50块美金 他这样的提议 就是收150块美金 他提议就是这个意思嘛 我说每顿燃油 增收450块美金的碳税 这个大家没概念 那我把它换算成那个碳中和 大家能知道 就每顿二氧化碳扣增多少美金 他说扣增150块美金 这样了解吧 这样大家说 那这样比现在多两倍多 那这样就是我们大家 就最近大家有在谈 这个碳中和的 我以前也跟你节目中讲说 碳中和在那个很重要 我们国内做最早的就是华子 对不对 对 华子在国内是重铃是1000公顷 那在在那个 他最主要应该是在 在广 在广东吧 在在这个顶峰 他有一家 一家子公司 在在大陆 大陆大概是3万公顷 基本的部分来讲是这样 广东 这个碳权交易 因为在台湾其实没有市场 但在国际上面来说 其实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只要是跨国公司 大概都有一些部署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们去了解一下 这些部署 该怎么样去看待 马上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今天现场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的是 风云投顾资深分析师 何金城 建仁大哥 建仁大哥 我们刚刚提到了 碳权的相关的公司 因为呢 ICE 这个洲际 洲际交易所 它的碳权期货呢 在六月四号的时候 每公吨大概49.97欧元 所以是超过50块美元的 那最高的时候呢 甚至于曾经来到54欧元 但今年以来 其实它已经涨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七 从原物料的这个角度来讲 原物料期货的角度来讲 它的涨幅仅次于木材 就比其他的 木材涨两百七 对木材涨更多 木材呢 今年以来累计涨了百分之两百七 二点七倍 好 所以碳权交易 因为台湾其实我们不熟悉 因为我们并没有碳权交易所 但是台湾有很多的企业 它在国际上面 要去活动的话 它就一定要参与这个 碳权的交易相关的这些事宜 所以相关的公司到底 做了哪些事情 可能在碳权交易上面是有帮助的 我们这个就来谈一点 就有的时候比较冷的 像Toyota它卖一台车 就要种一棵树 它就是概念就是这样 那我们其实 我们大家就从这个角度 媒体上报道 大家都讲到1905 1905已经OK了 因为它已经照零 已经照了五十年 那为什么照零 因为它的材料就是 它也要砍 它照完它自己要把它砍下来 当做材料 所以它就照零 其实原来它不是单纯只是碳权 是因为它的材料的关系 木材不就砍树来了吗 是这样 那其实讲到这样的时候 后来我坐在家里 正经的想说台湾没有 台湾因为没有特别重视 所以没有感觉 台湾其实也有没有涨的 探权交易的股票 我们上市公司 谁的林地最多 一定是职业啊 农林啊 台农啊 农林啊 农林啊 台湾最大地主 台湾最大地主是台糖 那糖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一大片那个山坡地的 就是农林啊 农林它有探权啊 它怎么没有探权 没有国际活动的话 它探权要买 也就是说这个部分 因为它现在换了一个 大股东是谁 现在大股东是山羊啊 山羊也要去买碳啊 卖碳权交易啊 山羊是山羊工业啊 哦 山羊就有影响 山羊就有影响啊 所以现在 你现在忘记了 现在农林的最大老板 是山羊工业 那这是不是有用 有道理啊 所以山羊的老板有 有头脑真是 太厉害了 对啊 所以他说他买这个的目的是什么 叫做立地变黄金 他虽然没有去卖 但是他自己可以用啊 是 但自己用不是等于是自己卖吗 对 对 我就跟大家讲 大家都没想到 对不对 它光它 它是台湾第二大的地主 第一大是台唐嘛 第二大它有3747公顷 那这样看起来 受贿的应该是山羊啊 山羊 但是它山羊要跟多民买啊 哦 是不是 也是这样 它两个都是大股东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华子买了三 重了三万公顷 那只是农林 那是地 那就是那个山里面的地 它是没得开花的 我们台币最近已经升破25年的新高 对 那我刚刚讲到第二大地主是农林 它是第二大地主 它以前的那些农地 我就光看我们现在铜楼不是有个科学园区吗 对 它光在铜楼旁边那三块地要开花就70.2公顷 已经变工商中和区了 从原来的农地变工商中和区 那个成本 那个增值是几千倍算的 我这样讲 它没涨 它没涨 我不是讲涨很多了 你想 哦对哦 是啊 然后它的 它还有 它还有很多农地是 那个山坡地是种草叶的对吧 嗯 茶叶最近因为没水的时候 那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上涨 那就这个部分就是 你去看的 哦 大家只有看到 华子都没有看到 那个就是大家看到天边的彩虹 没有看到角边的玫瑰就是这样 嗯 它那一些是实打实的 那一些一大片 通通那都是 都是 都是 减碳的嘛 一大片那不是都山坡地不是都是嘛 嗯 它光那个 那个种茶叶就3000公顷啊 所以这个部分我只是让你了解 哦 它还有 你再去看一下 它有土地 它在铜 铜楼那个要开花工商 这个中和区 那他讲说 我不会刚开始新的老板来 他说我不会主要是来卖地 但是这个部分 他跟山羊的这样的部分 那农林的价值就出来 他跟山羊结 那这个减碳的部分 他就受惠了嘛 他就变成国内最大碳权交易的作为股 这倒是市场上还没有想过的 这个好的题材 大家可以来作为参考这样子 对 那再来的部分 你讲到电子股 电子股的部分 如果再来的部分 WWDC做完 再来九月份就要发表新机了 新机的部分 所以你看到最近的载板在涨 5G在涨 对不对 那我每一次在讲说 你在选电子股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 你就选一下投信刚买的股票 投信新买的股票 新买就很简单 我说了新买的 Define就是5月 5月新买的 之前除外 那再来电动车的部分 电动车的部分 最近有刚挂牌的像什么 一卡叫2250第一化成 这也涨起来的 你就会注意去法联 有没有买 这个是日本的公司 它是做 它是交货 电动车交货给 Toyota的 那像腾辉 有没有 腾辉这个底下看投信 都是投信买的 那这些股票都已经创高了 不是叫你去追它 而是告诉你说 你去注意一下这种 这种现在台股蛮强的 强者很强 那传产股我就讲 质类股的部分 指标股看永丰仪 跟刚刚我讲的滑指 钢铁股的部分 这个时候要看营收的话 要看大成钢 上个礼拜我们讲 是不是请大家看的 不是中钢 是要钢金 你还记得吧 我讲钢金 你看上个礼拜 钢铁股真的只涨钢金 2038海光 2028为止 真的就只涨钢金 那每一个时间点 每个礼拜我们连一次 我就会把重点的讲 那这个礼拜的钢铁股 看的是大成钢 那航空股看的是长隆航 为什么 为什么 现在这个钢铁 轮到了大成钢 大成钢是这样 基建里面 营收 我要讲的就是营收 你再来公布 五月营收里面 我相信钢铁股里面 连增率最高的可能 就是大成钢 OK 它是做不锈钢管的 因为它最重要 它在中国大陆 在美国它有通路 有一个是铝 有一个是不锈钢 铝的这个部分 因为美国对大陆 扣增将近100多%的关税 所以这个部分 它是最大受惠的 那你就看一下营收 营收是不是如果 预计讲说 它连增将近100% 如果是这样 你才去注意 因为它股本很大 好像是100多亿 所以我只是把方向 就像上个礼拜 我会讲说 怎么会长钢筋 谁跟你讲会长钢筋 真的长钢筋了 那为什么讲钢筋 因为我们时间 有时候有限 我说它是废钢 跟牌价之间的价差最大 价差最大 就是利润最大 那这个礼拜 你就不要再去看钢筋了 因为它长到这里 总该也要休息一下 就这样子 好 所以呢 你才会说钢铁 其实还会有轮 轮到下来 现在是不锈钢管 然后也要看它 参与美国基建 这件事情 有没有谱 对不对 对 就如果在美国基建 这个领域上面 能够参与的话 比较有机会 是是是 所以传统产业当中的 这个航海 航运的部分呢 空运当中的长龙航 然后纸类 然后钢铁 还有刚刚提到了 就碳权交易当中 可以去考虑一下 农林这个相关的影响 对 因为它都没有动 而且台币升这么多 谁的地最多 它未来就是受惠最大 是这样 另外就是在 这个九月的新机浪潮当中 可能包括了载版 5G相关题材 还有电动车相关题材 对 是的 可是这些 比如我们举电动车 相关题材好了 我记得金泽大哥 你曾经提过 这个鸿海的M1H 对 它的相关的类股 其实这段期间相对比较强 你觉得现在还OK吗 它基本上来讲 它是逐步逐步这样起来 那对它来讲 它其实关键就是 我们讲说它会受惠 它慢慢强起来 你看一下法人 有没有慢慢买 然后另外一个 其实股价要涨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它的业绩 那对它来讲 M1H它不会马上就起来 它一定是一种概念 慢慢把它增稳起来 就像业绩 就像我们之前讲过 4961的天律一样 它一定要从 从原来的2号体材 到营收 然后到获利 那一定是这样 那如果说它的营收 还没出来 机长我的建议 如果问我的建议 我会请你先卖 卖一半再说 因为它毕竟 还没有实现营收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还是属于题材 还不是属于在营收上面 你可以看到成绩的 所以在这些股票 是这样的操作的部分 是这样 那对鸿海集团来讲 除了自己鸿海的业绩 其实慢慢的给大家都 已经不错的一个形象 都已经完全做一个改变了 那最重要它的获利跟营收 最重要的指标股 还是4961 因为它营收一直好 然后获利一直好 那如果说连4961 都不太涨了 那对鸿海集团就会休息 那不然就是4961要领头 一路慢慢慢慢慢慢的 有回撤回来再上去 那就是大概的 操作的一个部分是这样 4961就是天狱 所以如果天狱 还在整理的话呢 基本上这个题材 它可能就是属于一个 整理题材 那如果天狱一发动的话 这些相关题材 都会跟着动 所以我们用这样子 去找到一个指标股之后呢 你比较能够判断 一个次单位的一个族群当中的 一个走势到底是如何了 好那今天看盘重点 最后 今天看盘的重点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现在台北股市的部分呢 这个传产股的 这个礼拜呢 应该还是在 第一个既然有探权的 这个部分呢 在子类股 我们刚才还讲到 木材涨270% 所以在子类股今 这个礼拜应该会比较强 这是第一个 然后这一个在航运类股的部分 大家再观察一下 非常谢谢金智大哥